我是希望說那一種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 那個是已經到了走投無路 昨天拋出說要自購疫苗 是不是也是為了醫護確保他們能夠打到第三劑呢 疫苗的事這個還在看後續發展 因為要先打完前兩劑才有第三劑的問題 其實現在台灣最重要還是先把前面兩劑打完再講 市長給你追問一下 因為上禮拜榮總有到環南市場去幫忙PCR 最後還是拆檢出三個 因為那天禮拜天記者會上面沒有講說 這禮拜到底還不是需要大量PCR 然後不做的原因是什麼 目前我們在台北市有七家醫院 大概一天可以做兩千 大概可以做兩千二左右 如果有需要的話就專案 大概我們大概一般的專案做幾百個可以 當時是在北農那個實在是太規模太大 那個每次都要 那個一次就要做到一萬億 所以像這個要拜託台北榮總 亞東醫院還有我們自己聯合醫院 要三個集團軍才有辦法解決 我是希望說那種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了 那個是已經到了走投無路 我需要大量動員要做上萬人的PCR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疫情控制以後 大概七家醫院一天兩千多的篩檢 再加上我們的專案篩檢就可以應付了 市長請問一下 所以到底有沒有打算是這個舉債八十億 其中四十億來做紓困 四十億來購買疫苗第三劑 尤其是對付這個變種病毒的部分 預算可能要先安排 不過這個現在到年 預算是要到年底才會正式核定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 還有半年的時間讓我們觀察說 台北市到底要不要準備第三劑的疫苗 什麼事情都有在準備 只是說也不需要拿出來製造社會的 太多疑問 市長那種冷鏈的公司沒有幾家 所以可以做疫苗冷鏈的公司沒有幾家 所以有在談 只是說我覺得這樣 通常國家做得好就不用 用不著我們 好就這樣 細節我們下午再處理 市長再請教昨天有說 九月開水要線上線下混合班 這個要怎麼做呢 下午那個記者會再處理 市長想請教一下 台中家教南它的足跡遍及雙北九個行政區 那台北市的部分有掌握多少接觸者 有匡列多少人 主要因為它是26272829 其實到現在已經超過14天了 你知道 我們如果在 所以我們現在想 它在台北的足跡要發生問題 早就發生問題了 所以反而不是重點 它不是在那種所謂危險期的足跡 去看不見 來就在台北的足跡 就這樣不會是因為 deaf眼睛 又是深刻高的 空間 最重要的 但是下次見 還是看不見